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唯求做佛 不求余物 五祖看到一个人风尘仆仆从远方而来 就直接了当地问六祖惠能 辱为何方人 欲求何物 辱何方人 有两层意思 其一 是世间人最容易了解的 即你是哪里人 其二 以禅的角度 即你是谁 你认识自己吗 欲求何物 则是 你到底想追求什么 这个问题还可以不断延伸下去 你这一辈子想追求什么 你下辈子又想追求什么 你生生世世想追求什么 如此追问下去 我们就会开始彷循 心慌 越来越不清楚自己所要何物 所求何事 事实上 你既不知道自己是谁 也不清楚自己要什么 你可能会说 我已经知道了 我为求做佛 你不要讲那么快 不要逞强 你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想做佛的人不是这样的 有的问题你听起来表面上似乎很浅 但有程度的人一听你的答案 就知道你是什么人 生生世世 我们欲求何物呢 我们当只求个问心无愧 心安理得 理得 心就安 不明理 心才不安 一般人总是不断被自己错误的思想 概念影响 这就是不了解真理导致的 即是佛法所言之无明 从今天起 你要好好地去认识你自己 你当常常思维 什么是我的本来面目 何为生命的实相 接着 你再确定你这一辈子 下辈子 甚至生生世世要的是什么 而且 每辈子所要的都一致 比如 我现在是老师 我下辈子 生生世世都要当老师 比如 星云大师说他下辈子 生生世世都要做和尚 这都是很切合实际的愿望 我曾经问过你们要什么 你们答不出来 这代表你们没有目标 也等于你们欲望太多 什么都想要 若你确定下来 其他支支叶叶的概念 就影响不到你 你就不会走岔路或错路 这个概念很简单 比如 你开车从杭州出发 上了高速公路 一直开到上海 一路上 什么都不必考虑 因为我的目标 就是这么明确 我不会犹豫不决 因为我很清楚 我最终要去何处 直了上海 直了成佛 你能从中体会到生理吗 连开车都能令我们有所感悟 你做任何一件事情时 也是一样 只有在确定目标之后 你的心才会安定 你只要彻底地把心静下来 答案就会浮出水面 就在那一刹那 你的妄心 无需你去降伏 他自己就降伏了 你生生世世的方向 已经确立了 你本来就是佛 所以 你不需要急着成佛 你只要 做一件事 从今之后 不断地去利益一切众生 只要明白了这个概念 你的心就安住了 这样继续做下去 有一天 你必然成佛 六祖会能对五祖说 弟子是领南新州百姓 远道而来礼拜 师父 这样的回答很平常 但因为六祖是从远道而来的 所以就变得不平常了 他唯求做佛 不求余物 这么坚定的口吻 自古以来没有几人 这并非傲慢 而是很清楚 一般人 内在是怯弱的 不是不清不楚 就是不敢直下承担 听到六祖这么回答 五祖一定很高兴 他等了很久 终于等到传法之人了 唯求做佛之目的 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众生 不求余物 目的很清楚 只有一个 才不会被其他的欲望 所蒙蔽 文后思维 你有清楚 人生的方向吗 心平何劳持戒 行职何用修缠 感恩六祖慧能大师开示 感恩达官师父教诲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感恩我们的聆听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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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